機車騎一段時間,難舉動 或是舉動後,走走停停 就是化油器有髒,要清洗 把它拆卸下來之後,就像這樣化油器 把它拆卸下來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這個是化油器 把它拆開就是像這樣 就這邊有兩個油道 這一個是紙油道 這個是啟動油滿 跟袋樹油滿 這一個是自動組化門 天氣冷的時候,要額外給它一點油 就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是從這個地方 自動組化門 這個地方 這個有溫度的,可以伸縮 這個是絕療法 這個是空氣孔 是一大氣壓平泳的空氣孔 在化油器,它本身的設計是 吸進去的油量 空燃筆,一定要混合筆 一定要正確才能夠 這個開口 從頭上有溫度的 那些這樣分字 這個地方的小洞,這邊有一個螺絲,從這邊進去 油從這邊進去,這個花油尺,從這邊這個小洞進去 這個地方 這個這個 那就是吸從這邊進去 進去那個引擎內部,這個 帶絲的時候,跟啟動的油路 這個銅色的這個 這個這個洞,就是空氣從這邊打進去 以這個紙油道 這個叫做紙油道 這個油,有一個螺絲還沒有上上去 從這邊吸進去 有這個節流法,這個地方 節流法,有一個節流法針在這邊中間 拉上拉下,可以控制這個 控制行段面的進氣量多少,來決定速度 節流法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節流,這個有一個節流法針 這個是自動組合門的那個油路設計 現在這個,我們把它裝上螺絲 這個是一定的,一定的口徑 這個口徑是一定要用多少 這個是設計好的 還有這個是,小螺絲 大概擁有 是 人工對 就是 是 是 也是 是 是 這個是酸檢之後,這個是空軟筆的螺絲 酸檢之後倒退一千半就是正確位置 OK,等下接後之後就可以啟動了 清水這一些主油道,負油道的油路 就是用那個空氣槍,像這一種空氣槍 連接那個空氣桶 這個噴水從這個地方把它空氣壓縮進去 這個要通往這個地方的那個孔洞 這個床可以這邊壓縮進去 從這邊吹,這邊吹 這個油道都要吹,用空氣把它打 打進去把髒的東西都吹出來 這個也是 清潔化學器就是這樣子 用汽油先把它濕潤之後刷一刷 用空氣槍打一打,把髒東西打出去 這個是G6 這個是G6 這個G6,就是把它組裝上去 螺絲酸緊就可以了 這邊有兩個螺絲洞 這邊有兩個螺絲洞 現在已經組裝上去了 底部,出油槽現在沒有油 等一下啟動馬達L,啟動差不多 到那鐘以後,有油緊機才能夠發動 試看看 這個手機 這個手機 進去 都要是用汽油 放置 一段時間 飛機 就可以了解 可以花洞啊,就是这么简单 可以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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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